大家好,我是Abel 今天我们来上这个终极上武汉语 下次的第二课 我们开始开会 开会呢 Interesting 开会是为了什么 有很多的目的 Cerciparate 比较轻松一点 也有什么 To solve some problem 解决一些问题 或者Talk about the plan Future 有很多很多的目的 那今天呢我们来看到这个开会 他会讨论什么问题 有几个声词 给大家讲一下 售后服务 售呢是卖 售卖售卖或是销售 卖出去以后的服务 主持人 host 议题讨论的问题 挑几个给大家讲一下吧 大家有 不懂的 大家再查一下 缺乏 缺少 差不多 缺乏什么 物资 缺乏什么意识 缺乏服务意识 安全意识 意思是一种 Mind awareness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对话 聊了什么 那这个呢是在我们1-1Live Lesson 或者我们的small class里面 会跟大家low play OK 我们来看到 你像公司 售后服务部的经理和员工呢 正在开会 就这个部门 部啊 服务部 售后服务部 他们在开会 部门会议 OK 这个主持人 host 大家好 我们开始开会 今天的会议呢 有两个议题 他说 一是讨论 近期出现的售后服务的问题 二呢 是安排下半年的工作计划 下面请李经理谈一谈 售后服务的问题 就是员工呢 售后呢 不是很满意 这个老板呢 或者什么 对吧 那李经理 提了一下 说最近我们接到一些 投诉电话 客户对我们的售后服务呢 不是很满意啊 那公司希望我们 我们部门能够尽快 这个目的是什么 解决这个服务的一个 说服务的问题 那下面请大家 自由发言 free talk 也不是free talk 自由发言 大家 说自己的一个看法 我们对公司的新产品 这就讲到原因了 新产品不熟悉 不能及时的解决客户 遇到的问题 所以 顾客的意见比较大 这个提了一个原因 reason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大家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呢 那我认为呢 请研发部的同事 每周给我们做一次报告 介绍公司的新产品 这就是一个proposal 一个方案 那这个办法很好 会后呢 我跟研发部的经理呢 商量一下 那这个部门要做跨部门沟通 两个部门 多个部门之间 这个能力是要很棒 才行 那一家公司 协调合作 我们只有两部服务 乐线电话经常站线 那顾客的电话打不进来 那提到了这个设备的问题 太少了 嗯 这也是客户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记得 我记下来了 小张 你有什么意见吗 这个主持人做什么事情呢 他还要做笔记 这个主持人 小的会议嘛 部门会议 就不会分工 很明确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呢 是我们缺乏服务意识 以为产品卖出去 任务就完成了 就这种意识的问题 工资发的多 意识就高了 这个小张不会说话了 我非常同意经理的 我非常同意小张的看法 很多员工没有意识到 或者认识到 缩号服务的重要性 不知道缩号服务 也是销售的一部分 以为是在帮客户的忙 其实是应该什么 责任 这是一个责任 今天这个皮肤有点亮 大家的发言都很好 我们会议呢 下次我们会议讨论一下 缩号服务的重要性 由于时间关系 今天的缩号服务的问题 就讨论到这里了 下面呢 我们来讨论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一个是解决缩号的一个问题 一个是解决下半年的一个工作计划 两个问题 这就解决问题了嘛 就可以下一个问题 你想下一个问题 我们接下来讨论下一个问题 主持人的话就做这一个事情 那你看这个 会议记录 recording会议记录 时间呢 地点呢 记录的人 主持人是谁 一般有出席的什么什么人 讨论的什么问题 那我们来完成一下 完成一下这个天空 公司最近接到投诉 很多的投诉电话 顾客呢 对售后服务 售后服务不满意 公司希望能尽快什么 能希望消 售后服务部门解决问题 尽快解决问题 员工不了解 小李说员工不了解新产品 不能及时解决顾客的问题 那小王建议说请研发部的同事 研发这个产品的 做这个产品的同事 每周呢 每周呢 来做一个report报告 那介绍新产品 过后呢 李建议说 经理这个跨部门之间要经理去沟通 汇后 这个汇后和研发部经理呢 商量 顾客客户 服务部只有两部热线电话 经常站线 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小张说 员工缺乏这个缩号服务的意思 李建议说同意小张的意见 一些员工没有认识到 缩号服务的重要性 认为什么 这是帮客户的忙 其实它是销售的一部分 OK 我们呢 这是关于这个 这边对话 大家有问题呢 可以comment below 那我有时间的话 会回复大家好吧 我们下一次见 嗯 对对对对对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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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